来看这张照片 是一副履带对吧 坦克履带 装甲车履带 工程车履带 都不是 它是飞机履带 B36和平缔造着 轰炸机起落架上的履带 为什么它要用履带来做起落架呢 这张照片说明了一些 右边的是B36 左边看起来只有它一只翅膀那么长的 是大名鼎鼎的B29空中堡垒 在长崎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的那架飞机 平时它单独看起来是这样的 够大了吧 但是在B36旁边一站呢 俨然就成了一个小矮人 可见B36有多大了 大就意味着重 重就意味着对跑道十分的不友好 那怎么才能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履带就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了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架装车履带的奇葩飞机 1946年的8月8日 B36成功首飞 它是一架由康威尔为美国空军研发的 超远程战略轰炸机 怎么个超远程法呢 它可以最多装上33吨的炸弹 连续飞上9700公里 从纽约起飞 可以把炸弹投到莫斯科头顶 然后再转头飞回驻扎在德国的欧洲空军基地 是第一款能够执行洲际轰炸任务的轰炸机了 除此以外 它还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 比如它是历史上投入批量生产的 最为大型的活塞式引擎飞机 其驿站达到了70米为军机之最 然后它总共配置了10台发动机 除了6台活塞式 竟然还有4台火盆式 相当奇葩的组合对吧 其实一开始 B36上只有6台活塞式发动机的 但由于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哪怕这6台发动机 已经可以提供高达18000匹的马力了 还是只能带着B36慢悠悠的飞 更关键的是 由于起飞速度太慢 它必须要划上很远的距离 才能够离开地面 这怎么行呢 所以才在后来迫于无奈 加上了4台窝喷发动机的 它们的确一下子 就提高了B36的起飞效率 同时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增加一点点它的巡航速度 还有最后一项 B36也是低价 无需改装 就可以挂在当时美军核武库中 所有原子弹的轰炸机了 一上种种了不起的彭林 就让B36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 格外的弃中 把它当成了填补螺旋桨 与喷气式轰炸机之间的空白 最拿得出手的威慑力量了 不过既然要拿得出手 就代表着在哪儿都能够出手 但一开始的B36能够出手的地方 取之可数 它对机舱跑道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在B36的原型机上 起落加仓的轮子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轮子 体积大是为了减小对于地面的压强 因为B36光是空重就已经有接近76吨了 最大起飞重量更是来到了186吨 这么大的重量 只集中在3点 所以很明显轮子还是不够大 第一个改造方案是 把单个大轮的起落架变成4个小轮的起落架 于是每个轮炭的直径就能缩小到1.42米了 并且由于多了很多个触地点 让飞机对于地面的压强也相应的减少了 大大降低了对于跑道混凝土厚度的要求 使B36能够在更多的机场起降了 你以为这就让战略空军司令部满意了吗 哪儿呀 甲方的要求总是没完没了的 既然现在都可以在不那么厚的混凝土上起飞了 那咱能不能再进一步 在更简陋的场地上也能起降呢 比方说草坪上 顾特异的工程师站出来表示 只要钱给够 你想将哪儿我都能给你搞出来 于是就有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履带式起落架了 1950年安装了特殊设计的 带有V型导向槽皮带的履带式起落架后 测试机YB36A9对地面的压强就只有393前pa了 是之前四轮起落架的三分之一 可能这个数字对大家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直观的结果就是 这家最大的轰炸机 真的就可以稳稳地在草坪上起跑和降落了 了不起啊 了不起 诶到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期待着它的量产与服役了呢 很可惜啊 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因为经过验证啊 它除了能够到飞机降在草坪上 别的就一无是处了 高速滑跑时会惊声尖叫 收起来时会挤压舱内的空间 重量达到了轮时的三倍 而最不能接受的还是跟起飞效率有关 我好不容易加了四台发动机才缩短了起飞距离 但是你履带又用大得多的摩擦力把距离给我长回来了 诶这不是在给自己打脸吗 我即使是再有钱有钱呢也不带这么玩的呀 于是美军就这么凭一己之力向识人证明了 诶履带式的起落架你们就别玩了 我已经试过了 没戏 呃是不是有点草率呢 虽然你可能以为B36上是唯一一次的尝试 但其实只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尝试而已 在很多其他的飞机上 甚至是在C130大力神上都曾经尝试或者考虑过 履带式起落架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再见